像腳眼一樣 整個鞋面都浸透了 天赴海灣變水年棟 葉主說 很誇張 很恐怖 這些新屋苑可以這樣 開始下雨的時候 停車場開始有水倒盆和水浸 然後上高天花也一場流水 入坊未夠兩年的大埔豪宅 天赴海灣二期地庫停車場 前日下午四點多 變成水簾洞監盤 葉主何太還說當時水深一寸 直至晚上搞完新屋裝修的東西 停車場也還在浸 雖然大雨 沒有聽過一個屋苑大雨 那天的停車場已經浸透了 一定是設購上高的問題 還說平日天花板都有滴水問題 也有駁回喉管協助排水 上高平台應該有泳池 一起好時已經滲滲 不停維修都做不好 有專家相信 事件與建築物的結構問題有關 建議管理處 要盡大找專業人士停股及時倒閉 水浸的 誰知豪宅的停車場 柴灣環翠村一樣出事 經常都是這樣浸 它已經浸到波羅鍋 我下來浸到車胎一半 因為之前投訴過了 渠居倒閉的雨水不停湧進來 計算盧山車 停車場有40部車浸水 今年第幾次浸在這裡 第二次了 因為上次那次浸了三分一條車胎 他就說 要求過停車場改善去水 但一樣沒有改善